请立奖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继续讲《灵严经》 《灵严经》现在就讲到第九卷 第九卷就讲这个世界的众生 《灵严经》第四卷就讲世界的起源 这个世界的起源就是由于有五轮 五轮产生这个东西 所以分开三个讲 第七卷的时候就讲十二女生 到这个第九卷就是讲这个世界的众生 第一就是讲密质世界 因为密质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密质世界就是我们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有圆岳雪有两个圆岳雪 一个开到两个 一个开到两个 所以宇宙爆炸第一刹那的时候 一万万万三个万兆分之一秒 这个的时候就有圆岳雪省生 再过去再过再过再下去的呢 就有这一个变成粒子了 六十一种粒子 六十一种粒子呢 全部都是空的 科学家是找不到密质世界的 接着呢又希格斯1968年希格斯提出过希格斯墙 很多希格斯粒子呢 这粒子六十一种粒子 经过希格斯粒子的时候呢 就浪住了 好像过滤那样浪住了 就变成了密质的世界了 就是浪住了 穿过那些就变成灵界了 六十一种粒子就变成灵界了 那你如果能够收得好的时候呢 又变回到圆岳雪呢 这个就是佛的世界了 所以这个金刚经说 这个世界是一合上 这个是密质世界了 穿着这个密质世界 这个灵界 所以呢 现在第四卷 首先就讲密质世界 密质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密质世界呢 是因为它有圆岳雪 跟着变成粒子 粒子呢 有五轮 有磨擦 一转的时候呢 风一转的时候呢 因为动动的嘛 粒子有正负极的 因为圆岳雪都有两种呢 有正负极是密质 密的原理呢 都有正负的 事和理 正和负 因为两种东西是相抵的 大家负相相抵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做人啊 做什么都好呢 最重要是做一个平衡 每种东西都平衡 太过精进又不行 太过冷度又不行 太过强又不行 太过弱又不行 这个呢 所以呢 每种东西都要平衡 平衡得好的时候呢 整个世界就好了 平衡得不好的时候呢 又偏强偏弱 这样就病态 那就不好了 所以呢 他就跟着呢 就有风了 大家负心冲击就有风 风的时候呢 就拆出一些火花来了 那就变了火了 风火 最终那些火花来 火花来呢 就弄出一些火屎来了 变成风火土了 变成风火土 风火土呢 跟着呢 因为拆出来的火花 火屎是热的嘛 一路燃烧 一路燃烧的时候呢 那些 因为地球有大气层 那些 那些蒸气走不了出去 走不了出去的时候呢 撞到一些冬的空气呢 就会下回一些 下回一些雨下来了 变成了水了 水 这个 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水 有了水之后呢 那就变成呢 有这个矿物质了 又有不同的矿物质 地水金刚 金火水 这个五行其实呢 就是一种物质现象来的 那有水的时候呢 那全部都是死物来的 那哪有生物呢 这些都是化学元素来的 全部都是 你讲到粒子 全部都是化学元素啦 讲到这个元素 我们1808种元素 这些全部是化学元素来的嘛 那这个化学元素呢 地球呢 头头呢 就是三分之一是水来的 那些水呢 那接着就有电击了 有雷电 雷电去击它呢 就变成呢 没有机 就变成有机物了 有机物 有机物 变成了第一个氨基酸 那这个科学家 第一个呢 就是斯利兰卡那个人 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用那些海水 用那些电去射击那些海水呢 雷击了四十五分钟 就产生第一个氨基酸出来 接着英国的那些科学家 又做了实验 怎么证明呢 这个没有机物 变成有机物呢 是因为有水的作用 所以现在去找外太空呢 就找一下有没有水 现在这些人怕一些 正常会做水 所以呢 有水的地方并不是容易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找到同样的人类的地方 并不是容易的 找到几十年 没有办法找到 找到证实到 又有外生物的存在 那当然地球 类似地球的环境呢 有很多的了 因为这些恒星啊 这些这样的宇宙 无边无共无尽 肯会有的 但是行河沙塑 找不到 行河沙塑有时间找 所以呢 无论找到也好 这个都是一个现象来的 所以做人呢 是很矜贵的东西 不是说 不是说这么容易得到 这么多死物 这么多死的星球 但是一个地球呢 有生物 有生物的时候 还要进化到人类 人类还可以修行 那这个呢 要珍惜这个 这个 所以呢 珍惜这个生命 那所以呢 第一 第四卷呢 就说 环河 福生 生河 大地 这个 接着 第七卷呢 就说这个十二类生 十二类生呢 就是这个胎生 卵生 化生 濕生 这些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要说十二类生呢 因为 因为呢 这个 这个 有了 有了这个 有机的时候呢 它慢慢的 那些有机物呢 就会组合成 那些有机体了 变成 阿米巴 变成什么 慢慢会进化了 那 这个生物呢 有很多种的 地球的生物 慢慢滋生的时候 有很多种 那有十二个类型 有些有想 有些无想 有些有生体 有些无生体 有些有色 有些无色 有些有想 有无想 有非有想 非无想 那这些呢 就是十二类生 十二类生 讲完十二类生的时候呢 第九卷 就讲这个 这个生物了 这个宇宙上面的生物了 先讲了环境 先 讲了这个气势间 跟着呢 就讲这个生物 气势间的生物 气势间的生物的时候呢 那跟着呢 就讲它们的类别 类别呢 我们这个世界呢 总共呢 就有这个七彩 阿能梦七彩 这个七彩 分开七类 七类的众生 一路这样讲下来 所以灵炎经呢 是佛教的大词典来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灵炎经里面 里面里面说的 开卫灵炎 成佛法化 所以灵炎经 是最有智慧的 因为它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 没有的时候呢 都讲到有了 所以呢 这个灵炎经呢 慢慢来研究呢 是跟这个科学 是很贴合的 所以呢 它就说 这个世界 十二类众生 地狱我鬼畜生 人道先道 天道 这个阿修罗道 这个先道呢 加了个先道下去 灵炎经 加了个先道下去 那些人呢 就说灵炎经是魏经 说六道 为什么说个先道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才有七彩呢 才证明灵炎经是好事 因为有一种东西呢 有一种人呢 不是人 有一种人 经过修炼之后 变成先 所谓先呢 他又不是死 未死 就是永远都不死得 不死得的时候呢 不会转世做天人的 他又不是天人 他又有个身体 但是他又不死得 不死得的时候呢 又不同人 人的税数是有限的 他的税数是无限的 所以呢 他的税数不是无限的 他的税数是很长很长 这个先人的税数 那么多数呢 有些在地上面啊 有些分开地拘天啊 这个先人呢 有些神仙有很多种的 那好像我们的八仙啊 他未死的嘛 未死他又不是天人 但是他是先人 但是他是先人 先人住在哪里呢 住在山洞的 天人住在天宫的嘛 所以你看这些八仙都不是住在天上面的 八仙住在山洞的嘛 什么三十二岛 三十六岛 七十二岛 那每个都住在山洞里面 所以这一类的众生 他又不是人 又不是天 又不是阿修罗 阿修罗都要死了 阿修罗是天人 有天人的福报 但是没有天人的功德 没有天人的福德 有妒忌心 有憎恨心 做了很多布施 但是有妒忌心 所以就做了阿修罗 所以他又不是阿修罗 又不是天人 又不是人 所以就加了个先道 那你说 如果佛教说六道的时候 不说先道 那去了哪里呢 那一类 那就当是人 不死就当是人 这些修行的人 就是当他 在这个婆罗蒙教里面 又不当他是人 都是有先的 但是没有另外一道给他 所以这个灵严经 是加多一道 所以这七类的众生 就住在这个 这个密质世界里面 有密质 有非密质 所以有七道 所以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说这个世界的 要说这个世界的六道呢 七道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轮回生死 我们做人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 死此生彼一路轮回 因为密质是 这个有了一个精神 是不会消灭的 所以呢 他是一路一路这样轮回 一路死了之后呢 他又会转的 因为人的密质的身体呢 只不过是寄居的 这个寄居的 所以呢这个知定 刚刚看到 看到的知定自己 寄居的 都挺好的 知定 知定 不定 梦里游 这个是自己 叫做知定法师 寄居严经 注界那个 知定 不定 梦里游 无边生 死 己时休 所以呢 知梦 知定 不定 梦中游 知道这个世界是定的 应该是定才是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 死此生彼 那么这个世界呢 都是 都是混混化化 但是我们明知道 这个是假的 但是 又不 又不承认这个现实 所以追求一些 我们不应该追求那些东西 本来我们应该很定的 一样东西 世界都是一合相 都是有什么好追求的 这个 你碰到有 不是碰到 碰到有 是因为人的前世有福报 碰到没有 是因为人的福报不够 福报不够 就做多些福报 如果福报够够的时候 就要珍惜你的福 所以 知定不定 梦里游 无边生死 己时休 就刚刚说到这个七度 七度轮回 众经 无量行沙劫 依然 桥流水不流 众经 行沙 依然 桥流水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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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禅宗的 知定 知定 都是虚弘路和尚的徒弟 好像 这个桥流水不流 这个桥呢 桥流水不流 其实呢 我们的水呢 我们的化水呢 我们都是佛来的 我们本身是佛 不过我们是过客 我们一一世出来 就变成了桥了 但是呢 这桥 这桥过完之后呢 这桥流水呢 仍然在那里 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佛 本来就是无可修行的 就是不用修的 我们本身就是佛 所以就不用修 我们本身就是袁岳雪了 你知道自己是袁岳雪 你已经知道是佛了 所以呢 袁岳雪是一个鱼圈 所以 成功一个鱼圈呢 都未必对的 因为袁岳雪有两种 一种直的一种圈 那他画了一个鱼圈出来 就是袁岳雪 所以知道自己的佛姓是原本的 这个呢 这个 这个 无量极内 租屋住 痴人 认作主人庸 所以呢 这个 仍然是桥流水不流 所以刚刚就讲这里 所以呢 这个 无边生死相组 所以呢 首先 就是讲这些 这些 这七道的众生 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要死 死了之后 才能够能够变成 除了一个仙人 仙人不死 做了仙人之后 跟着呢 修这个仙人法 那修修一下 就变成了仙人 就不能死 其他那些都要死 死了之后 才有得转世的嘛 所以呢 六道里面 地窑 死了才下得地窑的 恶鬼 死了之后 才能够做恶鬼的 现在在做恶鬼都不定 但是呢 他会死的 所以呢 这个世界呢 这个宇宙形成呢 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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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 一种呢 叫做 生敦必灵 一种叫 那生敦必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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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有情的 有情众生 一种叫做 无情众生 一种叫做 这种必灵 首先是生物 生物分开两种 一种是生物 一种是死物 这个是物质分开两种 一种是生物 一种是死物 这个生物呢 就是有生命的 这个死蜜是没有生命的 死蜜是抗蜜质那些 生蜜是有生命的 生蜜分开有情和无情 死蜜是不会动的 所以有情是众生来的 这个无情是植物 这个无情是植物 植物一样有生长的 一样是生物,它会生的 会生的嘛 不过河南斗发牙发牙 接着出了河南斗出来 这个会生的 但是它是无情的 有情和无情 有情和无情是什么呢? 这个有情呢 有情是有情色的众生 有个第八色在这里 众生有个第八色 第八色就是储存你记忆的机构 无情是没有第八色的 没有第八色的 那就叫做无情 无情是自己生出来的 一路进化一路 它没有第八色的 但是它仍然有它的DNA 这个我们人的DNA 还有毛豆 还有碗豆的DNA 是最接近的 碗豆的DNA 是一万八千个 人是二万多个 有用的那些是二万五个 加加一些复复复复的那些 变了十三万个 那么就跟无豆呢 跟这个碗豆是最接近的 所以它一样有DNA 因为它保存那个豆的嘛 有多少粒 那个豆有多少个豆嘛 它生出来呢 有多少块叶 个月是怎样样的 有红色有什么色 白色碗豆 红色碗豆 那么它也有记忆的 它要保存它的记忆 但是保存它的记忆呢 所以说它是生物 但是它是生物而已 但是它是无情的 所以说有情呢 有情就是有蒂霸式 有蒂霸式 蒂霸式就是DNA吗 又不是蒂霸式又不是DNA 不过呢 植物又有DNA 人又有DNA 但是死物就没有DNA了 石头没有DNA 桌子没有DNA 这些就没有DNA了 没有DNA呢 它就不会有下一代 下一代不会跟它一样的 虽然植物有DNA 但是它DNA呢 又不是说简单那头 它DNA是没有了 没有了另外一样东西 没有了个蒂霸式 没有了个神式 没有了个神式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死了 人死了 这个A轮死了之后呢 它就会投胎了 中任生了 死了之后 死了人就离开这个生体 离开这个生体呢 去后来先作主翁 那男死那时呢 在哪里走呢 就决定他去哪里了 姓鼎硬生天仁心 我鬼腹 旁生两竹 两竹出 地肉脚绑出 旁生两竹 塞地肉脚绑出 这个呢 就是决定他生在哪里了 所以往生淨土那些人 摸到全部头顶发热的 所以呢 这个 出了来的时候呢 就变成这个中任生 中任生经过7日一生死 7日又会死了 死了之后又会再生回 再生回 经过7、749日 投胎 这个呢 所以呢 第一个7 这些呢 生一些好的环境 第三7 最重要的37做人 过了3,7之后呢 做畜生啊 那些这样的 现在落地肉那些很快 落地肉上天堂那些很快 那接着呢 那7、749日的时候呢 就变成中任生 变成这个 这个叫做中任生 还可以投胎的 这个叫做中任生 过了中任生呢 就死了 过了中任生 未找到 未找到菜 未找到去哪里都好 都变成了鬼 这个建制变成鬼 这个叫做鬼 鬼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来的 就是说未 未找到 那要投胎的时候呢 就有人通知一些鬼了 哎呀 你就来投胎了 那就变成中任生 中任生的时候呢 那就由中任生那里 再进回来 再进回来的生体道 进来的生体道的时候呢 就带了他的信息了 带了一些DNA了 上一世做了 做了好事坏事 这一世高位肥瘦 这个DNA了 那么负精无血 这个有缘的父母的遗传 加上他的遗传 加上他的遗传 就变成这个DNA 降细胞 去养核同核酸 但是这个降细胞来说呢 它如果只是降细胞呢 那有60兆的降细胞 那么多啊 所以呢 降细胞 降细胞是他的DNA呢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你的DNA就是 就是这个第八色呢 那就大件事了 那你平时会整损的手啊 整损的东西的时候 就没了那些遗伯式 那所以呢 不会 那所以呢 有情的遗伯式呢 和植物的遗伯式是不同的 植物的遗伯式呢 是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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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会走的 不会走 所以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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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食物呢 是鬼神村 那些鬼神住的地方 那些鬼神呢 就寄居在那棵树上 所以呢 你要斩树的时候呢 要装香 那些我们起大典的时候呢 那棵树在那儿阻住 那接着呢 就商量一下怎么好呢 赤士车进不了 啊 谁知道 还没商量完而已 还没装香而已 那棵树已经黄了 哦 黄了 那些不用怕 不用怕 那棵树都黄了 削了它 削了它 然后整个树丫出来 做三保方神 所以我们现在装香 装三保方神 它就是住在那儿的 所以呢 这个树是要来住的 它们要来住的那些动物 但是它是 它是不会 不会停留在那儿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中蔭生 这个阿拉耶诗呢 是两个地方穿不过的 一个地方呢 就是佛陀的金刚座 一个地方呢 就是母胎 一入到母胎呢 就困住你了 十月怀胎 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是过陰之迷 隔胎 过胎之迷 或者隔音之迷 隔音就是中蔭前蔭后蔭 后蔭就是将来的生体 中蔭就是中间 前蔭就是鬼 这个鬼变成中蔭生 中蔭生下来呢 这个叫后蔭 我们这个叫后蔭 后蔭 所以这个叫隔音之迷 隔音就是隔音之迷 这个呢 所以 第八色下来 这个DNA 那怎样围存下来呢 这个植物的DNA呢 它就是由一粒种子那样传播的 或者种子啊 或者它的植物 或者插枝啊 什么都好 它都是传播下来的 那只要呢 这个友情呢 是会离开那个 离开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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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桥流水不流 那个 那个 生体是假的 但是 水是 soll wholesale 那个 那个 DNA 那个 那个 开花式是 不是 应该 开花式一开boro 就是 Lt quel 二 groom 一个是DNA 一个овор 第八式 不是DNA 第八色在DNA的旁边 他一来的时候,因为第八色 这种科学家看不到,只知道要降细胞 附精母乳加上他本身的降细胞 附精母乳就是决定DNA的 所有的兄弟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当然有不同的 所以加了下来 所以DNA是他上一世所做的业 到现在拿到的身体 二熟式的身体 二熟式的身体高位肥瘦 有病没有病 这个就是DNA 所以DNA是很难改的 因为60兆个多 要慢慢分 所以做很多业 慢慢做善业、做爱业 慢慢去分它 所以DNA 所以有些唯息加息 就是说下一世才报做业 为什么呢?下一世才重新有DNA 这一世的DNA已经固定了 高就高,矮就矮肥就肥瘦 哪有得改的 但是你慢慢分它,仍然是可以的 就是慢慢相同三生 慢慢仍然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大的危力 需要有觉醒 所以这个 所以阿拉耶识在DNA的旁边 是整体的 这个是整体的 这个是整体的 所以整体的 所以你换心的时候 心有很多DNA 心有很多DNA的时候 它就跑去其他地方了 阿拉耶识就跑去其他地方了 所以心虽然换了 DNA一半就过了其他地方了 但是那一半 并不是阿拉耶识 阿拉耶识 你手指弄傷 就跑去其他地方 跑去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记得 这个就是情 这个就是有情 这个就是情 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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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拉耶识 那这个植物呢 就没有了 植物呢 雖然是生物 但是它是没有情细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个花粉呢 不是鬼神传的地方 所以叫做鬼神传 所以这个情细的时候呢 那你每一次死的时候呢 每一次在一个 在一个 在一个区殼 圆满了之后呢 那就重生呢 再 再 再拿个个身体了 拿个身体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 跟你计数了 那个时候就埋单 埋了单 计数了 计数了 你这一世做了善 做了恶 那这一世去哪里 你做人啊 要是做鬼 要是做地獄 要是做畜生 所以呢 埋单计数 计数了之后呢 那就会 投胎了 去其他地方了 所以叫做 义熟式 这个义翠 义熟式 那有没有炎鹅王呢 那当然有啦 有些人 因为这个世界 有这么多鬼神 没有东西做 他自己是炎鹅王 他自己封了 好像生大王 那这一区是我的 我管那些人 那些人呢 去哪里 投胎 去哪里 由我管 这个就是管 所以炎鹅王呢 是地方公来的 秦楚王 太山王 那些在生的时候 好管行事 不是好管行事 多做事的人 那他死了之后呢 仍然是上善佛恶 那他变成了这些鬼神 鬼神要上善佛恶 那就大件事了 那就变成了炎鹅王 那如果势力一点 就变成了鬼差 那这个炎鹅王呢 全部都受这个燕摩天的管轄 这个燕摩天 这个被沙蒙天王 被沙蒙天王呢 有二十八步 这个燕摩天的管轄 所以呢 他仍然是有人做主的 那这个人死了之后 就见完罗王啦 那如果那些中国人死了之后 就见完罗王啦 所以上一次那个 那个 那个罗佩琼 有一天呢 有个女人 来买牌位 在苗宗旨 那他就说 哎呦我死过丰生了 他儿子说 是啊 他进了政会15天 昏迷了15天 医生说他死了 但是呢 突然间又生了 那他问他生了第一件事 他死了之后呢 第一件事呢 排队 排队 第二件事呢 兼燕罗王 他说燕罗王 燕罗王什么样啊 做戏这样的样子 那时候呢 那个判公 就拿了宝宝出来看 看看他 那个判公说 你不是这里啊 那接着呢 就找八大菩萨 带他走 带他走 那他走到 一路走 那他走那些光 很有趣的 就是不会叉眼的 很柔和的 很舒服的 但是又不是电灯的那些光 那走到一路的时候呢 噢 看到三尊大拔 西方三盛 那西方三盛呢 又说不是这里 因为还没到时间 没到时间 就带他来 带他走 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带他走呢 走到半老 有个生动 他想捐进去 哇 八大菩萨 立刻抓住他 喂 不行了 不去得志啊 未够时间 总投胎 拉着他 拉着他 去到浸会那里一推 所以这个是临死的经验 这个故事呢 是重复重复重复的 那罗贵琴呢 都还没死的 上一次还在行安 还在华首陀的时候 这个八公大戒 还见到他 还见到他呢 还问他 喂 这件事是不是很厉害的 那师傅说你说这样的 他说是很厉害的 所以他都是 说不说不说不说 所以这个人死了 真是排队见盈罗王 所以呢 停生不作虧心事 这个见到盈罗王都不用怕了 但是做了虧心事呢 就要小心一点 你不见都不行 他一定要见你 所以呢 你现在最紧要熟罪 做一些好一点的事 那你们没有 现在还有时间补教 没死得 还可以补教 那希望见到盈罗王好一点 那他们说 咦 我不见盈罗王 我往生正土 当然是最好 你拼命念 念法求生正土 我开悟 那当然是最好 开了悟之后呢 不用死了 就八解脱 八解脱 不用经中任生 不用建元罗王 那当然是最好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不是呢 每个都会建元罗王 建元罗王之后呢 就分配了 分配你究竟做什么 做陆菜 地狱 俄鬼 畜生 人道 先道 天道 阿修罗道 那用什么 什么 准则去分配的呢 那这里呢 《灵言经》里面就说了 《纯想非天》 必生天上 这个《纯想》呢 就是说他们有五戒十善 就是有这个十善徐生 就是想徐想生天 必生天上 这个《纯想》呢 就是说 没有做到业 就是想 就是你做了出来 就是做了 是吧 你现在想打人 想抢东西 想选人利己 这些是想的 想就未必呢 未必就有报的 要是想呢 想就未必是报的 想下都不行 但是也有报的 就是你天的天幅多 还是天幅少 你虽然是十善 但是呢 十善 你都心都要好好的 才行的 这个《纯想》 最后那个生生口七枝 这个十善徐生 你都那个义业 这个义业 吞生痴 你都要少一点 才能够生天的 所以这个《纯想》 如果完全是想的 完全是清静的 完全是没有做到业的 这个《纯想》 纯想就会生天 必生天上 你想就是不敢做的 是吧 想打人 想杀人 想食人 想霸埋别人的东西 想霸埋别人的东西 但是你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就会生天 这个是纯粹善业 那么生天 必生天上 若非心中 兼福兼为 及以正言 事言心开见十方法 如果这个呢 《纯想即非》 如果你是能够升起了 所以中任生呢 临死的时候 中任生呢 是会沉 或者会降的 所以呢 打横行 这些《纯终》 是打横行的 那么它呢 就 轻的时候 若轻的时候 它就飘飘飘飘飘飘飘到很高的 最高的就是天上 那么再低一点 哦 扯旗山哦 太平山顶 太平山顶 在那里投胎 哇 非富责贵 不得了 如果你是 那业是重的 那一路沉到底里 哦 去到天桥底 哦 这次一出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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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फ¡ 心 wa 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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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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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好 都是貓街的 如果你是升上去九土山 升上去太平山 哇 這個不錯 所以飛 會飛 能夠飛的那些就輕 飛得到天上當然最好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雖然是五翠襲居地 但是天人都不會跟你搞在一起 他去到很清靜的地方 例如起馬拉雅山頂 或者山頂 或者住在宏上面 他會飛 所以能夠飛就不介意 能夠住在宏上面 住在山頂 住在城 所以印度恩信道士說起馬拉雅山 即是這個衰微山 就被人家罵到他在那裡 但是你說他是錯的 又不是錯的 因為天人喜歡住清淨的地方 不喜歡人生的威氣 你說就是這樣 又不是 因為衰微山是一個離開墨則世界的東西 這個是以人化的東西 因為你變的 你在天上就有天公了 皇上有天公你能看到嗎? 所以這個是變出來的 變化的東西 變化的東西就不可以用墨則的東西來代替 在天上坐飛機去找天公 天公不會一個個給你看到 因為大家不同的界別 你是三度空間 它是七度空間 八度空間 你根本就進不到他的空間 見不到他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們雖然是五翠襲居地 我們在地球裏面找不到地獄 惡鬼畜生 人數先道 阿修羅道 為什麼找不到呢? 因為有這一個空間 所以我呢 希格斯就說一度空間 變成浪到墨則的世界 我就說希格斯層有十度 十度空間 十度空間呢 就是天人惡鬼 阿修羅 佛菩薩 佩知佛 和佛 四聖六凡 四聖六凡 不要說先道 先道這些 當他不是先道 先道當他是人 所以六道 天人惡鬼 阿修羅地獄畜生 所以你經過西的時候 西得越前的就越高了 一路西得越來越粗粒 所以第一層是地獄 第二層是惡鬼 第三層就是人 阿修羅 阿修羅 天人 所以天人的時候 菩薩呢 全部記為諸天的 現在五類諸天嘛 五類諸天 那這個菩薩呢 就記為諸天 這個菩薩 你念這個人王護國 般若波羅 麥多經就知道了 這個呢 帝色 帝色是白地的 有些是拖地的 二地的 三地的 阿摩斯守羅天的 你看到這個釋戒天頂 佛都住在天 佛住在釋戒天頂 阿摩斯守羅天 阿摩斯守羅天 有個天 是佛土來的 叫做口嚴天 佛就住在那裏 這個住在天頂 來的 這個菩薩呢 住在這裏 好像兜率天一樣 兜率天有外院 有內院 外院四十九層 這個是凡夫天來的 那內院呢 就是這個梅勒內院 就是一生寶柱 因為他近這個娑婆世界嘛 要看姻緣成熟 要等啊 要等這個佛緣直了啊 要等眾生更新成熟才出世 所以呢 這個是內院來的 所以呢 有內院 有外院 所以呢 這個世襯無雀 獅子國 三個都是念佛的 那這個呢 念美勒 美勒 美勒 美勒佛 那這個就是遺識的嘛 那大家約定呢 死了之後呢 下來告訴他 那獅子國第一個死了啊 死了之後呢 沒有下來啊 不知道去了哪裡啊 那跟著呢 到這個無雀死了 無雀死了呢 就下來告訴世襯 哎呀 我去了這個兜率天啊 很好啊 那獅子國呢 獅子國不見了的 哎呀 別提了 獅子國呢 因為要去兜率天內院的時候 要經過那四十九個天 他見到那些天女這麼漂亮 已經云了 被他們扯進去 變成凡夫天 就進了凡夫天 所以天裡面呢 有些地方呢 是菩薩住的 所以呢 帝識天也好 杜利天也好 什麼天也好 都有菩薩住的 但是菩薩是不是就是天呢 又不是菩薩 又不是等於天 但是菩薩是不是就是天王呢 菩薩又未必是那一天的天王 也都可能是那一天的天王 也都未必是那一天的天王 所以呢 菩薩就是一個特區來的 每一道都有一個特區 每一個天都有一個特區 是菩薩住的 那個地方 所以呢 有五靜區居天的時候呢 都要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什麼阿羅漢住啊 什麼一地啊 一國二國 三國 四國住啊 所以阿羅漢叫做七家家 七處在天上面做家 七處在這個桑黃世界做家 這個正了二國呢 叫做一家家 一次在天上面 一次在地上 正了三國 叫做北來國 去了五靈都不回來了 四國 叫做北來國 叫做四國 叫做北來國 四國 每日無魚裂盆 所以呢 這一個天 寄懷諸天 所以有十個空間 十個空間 十個空間呢 看看你飄得高不高 你的靈環 你沒事 你如果沒有業的時候 就沒有束縛 沒有束縛的時候 我飛得很高 飛得越高那些呢 那就越高的天了 越高的天 而且你那個世間的墨浴呢 越輕的那些呢 就變成色界天 無色界天那些 現在完全沒有的 那就無色界天了 所以這些天 還有這些就是這樣可以的了 就是你對世間的那個情慾 那個貪戀越低的時候呢 你的品位就越高 那些天呢 就越越什麼 因為這些是那些眉粒來的 如果你貪著世間的那些享受呢 你的眉粒就很粗的 所以就變成這個世間了 死了之後變成了中央生 給人呢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而已 但是是惡鬼來的 這個惡鬼就是三分之一了 那這個地獄 那就不用說了 十足十了 但是你上到天上面 上到現在 偷出先 可能是十分之一 上到四天黃天可能是十分之一 兜出天可能是二十分之一 這個色界天可能是一百萬分之一 那那些墨則一路鬆了 你要對這個世界的那個貪戀是降低的 那些天才能夠升得高的嘛 所以這裏就是純相飛天 若非心中 就是它能夠飛 那些東西打它能夠飛 心裏面有福有慧 往生淨土 這個淨土也是天來的 淨土也是天的嘛 淨土也是天來的 不過在一個地方 一個天裏面畫了一個界 這個就是我的淨土了 阿彌陀佛經過二百一十劫 我看了十方淨土之後 自己弄一個淨土出來 弄一個淨土 這個淨土 如果人家說沒有實質的地方 那這個是虛的 那就不存在了 這個淨土不存在了 但是它不是實質的地方 但是又不是你世間的墨則 因為它不是世間的墨則 是變化的嘛 但是變化的規則是它規定了的 這個淨土是它規定了 我要有樹有有水有成有八公德水 又有鳥與花香 又有八公德水 那它規定了 因為這個淨土是它的嘛 它設計了出來 設計了出來呢 就告訴人家 你修這個淨土呢 你就要修這個官啊 修淨土十六公公公啊 那你說啊 南宗的時候 我想去這裏啊 那你才有個大陸的地方啊 所以淨土都要作官啊 作官的法徵來接引 佛是整天都在這裏的 但是接不接引得到你呢 是你的事啊 千光有水千光燃 個個都燃到的 但是那些水是燭的就看不到的 那些水是清的就看到的 佛一定會接你的 念一聲阿彌陀佛 佛一定會來的 但是不燭的時候呢 就接你不到的 很多世間前妖啊 死了南死之前啊 掛著那些子女啊 掛著那些股票啊 金銀財保啊 那你接到就接你不到啦 所以呢 這個就接不到去 所以呢 千光有水千光燃 所以呢 我們能夠 能夠陰落淨土的境界 能夠確信這個境界 又願意在這個環境之下生活的 這樣才能去到的嘛 如果你一直念 我都不喜歡的 我喜歡世間的聲色犬馬 你叫我淨土 真是能為我 所以你就不去到的 但是你要跟他的氣氛相接 善更福德 姻緣 那那些就接到你去嘛 接哪有意思啊 他說沒有意思 有什麼意思就接你去搞鬼 我也不喜歡他 是吧 所以呢 這個淨土的時候呢 最重要是姻樂求生淨土 這個阿彌陀佛呢 就可以接你去了 那就不用六道輪活了 那後面的七趣呢 沒你的份了 在那裏是不是就是解脫了呢 不是 在那裏呢 在那裏呢 如果你是下榜下生要經過 經過五百大劫連花才開 在那裏呢 開了才有些小子來和你講經 跟著才有大細節觀音菩薩 跟著呢 最後才是阿彌陀佛 但是 你能夠去到了 如果你是中榜的時候 經過一大劫 一大劫連花就開了一大劫 下去見佛 那這個上榜上生 立刻就坐連花 立刻就見到佛 那這個呢 見到佛之後呢 總之下榜也好 上榜也好 中榜也好 去到那裏呢 拔車邊 去到下榜也好 一定成佛 第二天呢 一定到阿彌陀佛 才下來道仲生 認了要下來道仲生 你不要去到我不回來的 這樣就不行了 阿彌陀佛就怕過你了 但是你到阿彌陀佛的時候呢 即是不退 你的心就不退了 所有的事 善登福德都齊殺了 那才派你下來道仲生 道仲生呢 直到你成佛為止 所以阿彌陀佛就一生保處 一生保處才有能力的道仲生 那才給你下來 所以淨土有個好處呢 就是這樣了 你可以去到阿彌陀佛才下來 不過要往生淨土呢 就是有條件的 看你勤不勤力 我就不勤力了 二十四小時都沒用完 人家虛弘老和尚一百年沒睡覺 人家不止二十四小時 人家跟你收 人家又去你又去 不過他問他去淨土 不是去兜率淨土的 不是去西方淨土 不過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其實我們個個都未盡全力的 你自己拍心口 說盡全力 阿彌陀佛都不來 不來接你呢 你都要情有可言 都未盡全力 他不來啊 都應份的了 所以你要做到 做到佛不來都不行 一定要來 我不往生淨土 哪個往生淨土 哪有人可以往生淨土 我這麼努力都不往生淨土 所以呢 我們就說位積金剛 這個位三長佬 一天念這個補銀行銀品 因為他是花鹽 他等年補銀行銀品 他是四十代 我們是四十一代 這個位三長佬就傳給杜孫 杜孫就傳給我 他是修位積金剛的 位積金剛很厲害 就是台灣是他最厲害的 香港是補銀法師 大陸是海燈法師 海燈法師是傳給製平 製平法師 這個他除了念一卷普銀行銀品 很簡單 幾個字 三四個字都念完 接著念六百位積金剛 上波 每天都念 六百位積金剛 幾個小時而已 接著念三萬佛號 每天都念三萬 請問閣下要念多少呢 念一萬也好 有沒有呢 沒有 那人又往生 你又往生 都沒有著數 所以呢 當然是未盡全力 未盡全力 未盡全力 未盡全力那怎算好呢 要盡全力 也不能盡全力 那就受福了 你至少下一輩子 至少不用落地獄先啦 不要做壞事啦 隨緣混購 亦不再助生因 不要碰壞事 那跟著呢 收多些福啦 就像去不了 阿彌陀佛不打空來接你 你做四嬸 五嬸 六嬸 三宿 四宿 那你都有些福報啊 有些福報你還有機會 有福報 又有道心 你就可以學佛啦 不是說這個福報太多 太多是不行的 這個大象大嬰兒 但是那個羅漢托空伯 托空伯的時候呢 你將所有東西記在空伯那裡 這是大件事啦 所以要收福 所以政業三福 都要講福的啊 口順父母 奉事師長 心順恩果 都要有這三個福才能夠生督的 善根福德 恩怨俱足 那你就往生淨土 那一出 就出輪迴啦 那不是的時候呢 那你就神想生天啦 那在天上面 若堅福慧 就生淨土 那這個呢 就見實方法 一切淨土 隨緣往生 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啦 不是呢 你有多難 那我們當然先講到這裏啦 下次繼續再講